本影片是以廣東話來講解 Heisei Super Sentai系列的題材 如果你聽不懂廣東話的話 你可以點擊由上的觀賞話語版 那麼轉動到June Rai Shin 現在跟我的頻道說 由於漫畫家Ishin and Mori Shotaro先生 和Yazinde Sapporo 所組成的Super Sentai Series 就成為了日本三大特色英雄之一 獲得相當高人氣的一檔電視節目 本台在播放Super Sentai第十四部系列作 撤叫Sentai Five Man 因為受到當時一宗刑事案件的影響 從而將Super Sentai Series 逼到賣場角 於是本集的特色檔 將會帶大家簡單擁有一下 這宗影響Super Sentai Series 全網危機的犯罪案 在我最後正題之前 如果你客氣第一次瀏覽我的頻道 我頻道主要是分享日本特色的電話 間中也會分享日本文化風中學話題 如果你覺得我這條影片多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和分享一條影片出去 事不宜遲 馬上開始 我們都知道 曾經Super Sentai Series 因為 Jakka 頂起其他收視慘淡 而出現Super Sentai系列作停播的狀況 後來因為Spiderman啟發了東英雄魚 製作出Adorable Fever 重啟了Super Sentai系列作的計劃 並令Super Sentai成為了日本三大特色英雄之一的地位 可見Super Sentai的名字真是勢不可當 可惜這個風光只不過是維持了短短的十五年 因為在達入平盛二年 也就是一九九零年 一宗犯罪案突如其來的發生 為當時的Super Sentai系列 擺來了無可避免的低谷和浪潮 這宗犯罪案就是當時光動傳入本的 攻擊其玉連續幼女誘拐殺人事件 通稱攻其近事件 那麼當時這宗案件為何會對Super Sentai造成影響呢? 究竟當中發生了什麼事呢? 接下來我們就將時間推翻到1988年8月22日 1988年8月22日 當日是星期一 一個再平凡不過的周日 不過在其玉園入監事發生了一宗女童失蹤案 失蹤女童名為Imano Marijang 年紀只4歲 Marijang在自己家附近的公園失蹤 父母雖然報警處理 看似非常疼痛的一宗女童失蹤案 不過接下來這宗案件慢慢變得不尋常 Marijang家族沒有收到任何勒索電話或信件 警察也找不到任何的蛛絲馬跡 最終一直都沒有Marijang的下落 so far在這宗案件發生了不久 分別在1988年10月3日 1988年12月9日 1989年6月6日 同樣地在其玉園和東京都的地區之間發生了女童失蹤案件 所有失蹤女童的年齡 介於4歲至7歲之間 他們都被證實在家園附近的公園失蹤 而他們的家人同樣沒有收到任何綁匪的勒索電話 結果有目擊證人見到是一位疑似大叔的中年男子 載走了這些女童卻沒有任何的蛛絲馬跡 結果到了1989年6月11日 第四位失蹤的女童發現被殺 因此這宗案件亦被推上了魚鄰風署的王瞻 無端一切的線索不足 最終令到警方的調查方向走到了掘頭路 不過 到了1989年7月11日 警方在東京都白王子市中 逮捕了一名企圖要涵濕妹妹的馬拉佬 卻為這宗女童失蹤的案件帶來了新的突破 被逮捕的這位懸疑版美衛 Niyasaki哲哥們 當時因為意圖要涵濕兩位6歲的妹妹而被公民幫助 逮捕被交易警方 在哲多姆自動招供所有屍實的情況下 警方正式起訴哲多姆 那哲多姆究竟是為了什麼動機而罰罰的呢? 1962年8月21日出生於高京都西多莫郡五日士丁的哲多姆 她的父母工作非常忙碌 在哲多姆仍是鬥記時期交給她阿爺一手帶帶 不過她天生有肢體障礙 由於雙手沒辦法做到這樣的舉動令到她極度自卑 經常一個人畫了一些奇怪由解釋不出來的畫像 由於肢體障礙的緣故令到她的個性變得陰沉魂強 造成她的同班同學沒辦法跟她融合一切以逐漸疏遠她 大學畢業之後的哲多姆就選擇在自己的家族生意印刷廠中上班 其間加入了錄影帶選擇被愛上收集動畫和特色相關題材的錄影帶的時候 她就真的只是收集錄影帶的JACK 回收回來之後看都沒看過 不知不覺整個房間就累積了將近6000餅錄影帶 也因為這樣為日後的動漫和特色被社會排擠賣下了動火線 關於這一點我打後會講解 1988年5月16日 哲多姆的阿爺因為特發爆血管去世 或者是罪悉自己的阿爺去世的緣故 令到哲多姆的脾氣變得更加暴躁更加古怪 直到同年的8月25日 也就是自己26歲生日的假一日 哲多姆就開始執行一連串的有女有怪的罪案 直到1989年7月11日在行空途中遭到逮捕 哲多姆最初在警察的盤紋之下並沒有坦承自己的罪行 只是一味表示自己是初犯 其他的隻字不提 不過他的可疑行為和警察在查案期間 找到的證據證實了他和4位失蹤女童的案件有關 結果 哲多姆這條卡路為了甩罪而宣稱自己有精神障礙 他和警方說身體內住自一個老死人指使他去殺害女童 他本人對犯案過程並沒有任何記憶 日本法庭後來為哲多姆進行了為其3年的精神鼓鼓 初步推斷他環有多重人格或精神分裂之類的精神疾病 導致不同的人格執行這4宗案件 總之哲多姆在法庭上一直裝風賣傻 多重人格連盟搜索震驚日本社會 當時整個社會的氛圍可以說是人實共分 哲多姆在這段期間並沒有任何悔意 拒絕同肥害者家屬導演還一直堅稱自己是一個好人 他的家人和親戚也在這段期間不斷受到社會的預料和壓力 而紛紛隱性埋名 就連家業的不保和甚至拘押法因此已自殺 最終在2006年1月17日日本高等法庭宣判 哲多姆虐殺4位女童罪名成立 判決死刑 並在2008年6月17日上午於東京拘留所執行死刑 接觸長達19年的東京其勇連續幼女有怪殺人事件 在哲多姆收押期間警方在他的房間裡找到了大量的錄影帶 為了確認每一柄錄影帶的內容 警方派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大約在兩個星期內分類了所有錄影帶 大部份為動漫片和特殖片 當中亦有一些恐怖片 至於色情片和幼女有關的錄影帶是不超過50名 結果在1990年 阿薩希斯本發表了一篇《漫畫與淪海》的社論 當中提到由於部分漫畫存在暴力、血色和聲音線內容 造成好像哲多姆那樣的罪犯出現 加上當時負責報道這宗案的記者 就將涵書放置在正常漫畫書堆中的最上方進行拍攝 偏偏自多姆是因為模仿了一些恐怖片而進行行空的手法 這一點隻字不提 當時整個日本社會一下子就炸開了 紛紛對於動漫產業和帶有暴力鏡頭的特攝產業等構上沉重的道德 當時電視台正在連載的《TQ Sendai 5 萬》 動漫正在連載的《Doragon Boru》 《Branma》、《Niverichi》等 全都被列為帶有暴力傾向的電視節目環樹漢 最要命的就是因為《Ztomo》的幾個性格特點 例如不喜歡社交 《性格孤癖》收集癖和《Otaku》的性格問候 於是在社會上將《Ztomo》等同於《Otaku》等同於變態殺人狂 並掛鉤 導致整個日本社會對《Otaku》有非常嚴重的歧視 將它們邊緣化 這種風氣也影響了整個亞洲地區 我想至今有不少人是戴著休息眼鏡去看待動漫一族 或許多是因為這宗案所蔓延下來的蘇州市 不過這又是另一個衍生問題 不是本期節目主要探討的一個課題 總之 因為東其近事件的緣故 令到當時的動漫界產業受到嚴重的影響 營養及到動漫一族 直到1995年《Evangelium》的播出 日本人體重了《Otaku》文化有著可觀的經濟利潤 因而重新發展才得以灰火 你說CQS5完全是因為受到這宗案件的影響 所造成收視率低迷? 其實也不見得 過去的Supercenter系列作出現了換湯不換藥的概念 長時間下來難免會令觀眾造成審美疲勞 日本劇作很努力地保養為CQS5作出創新及改變 無奈還是無法改善整個狀況 而且還被父母投送這部作品雖然是以路斯為題材 但是就加入了暴力的要素 違背了教師如此神聖的職業 在那個年代的日本小朋友對教師有著多麼的憧憬 結果這部作品的誕生令到他們產生出只要不聽老師的話 就會受到暴力對待的年頭 確實令人唏噓 加上童年播出的《TOKER RINSBETA》有著不錯的收視率 因此令到CQS5賣的玩具銷售率大幅下降 在種種的打擊之下 東其近事件的爆發就成為了 壓死Super Sentai Series 的最後一根稻草 促使東英高層決定在1991年發佈的 新作為Super Sentai 最後一部戲作 慶幸的是 因為楚天 Sentai 真的不僅將劇情聖人化 更在裏面追加了當時日本相當火焰的偶像劇元素 從而拉高收視率 受到公眾的好評 才令東英高層暫時打消了終止Super Sentai Series 的年頭 到了QRyu Sentai 當時華空出生 更為東英打了一支強心針 決定要持續製作Super Sentai Series 的作品 但基於本期節目 並非介紹《HESEN Sentai Series》的影片 因此打後的作品我就不在此多作介紹了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以上就是宮崎近時止被Super Sentai Series 帶來危機的原因 不知道大家認同我的樣子分享有沒有 雖然文藝術結職 當中十惡不赦的罪行 最終被日本最高法院判決死刑 但就無法消除死者家族心中的痛 至少都說了死者一個公道 不過也因為這樣無辜牽連動漫界和特色界 更令到Super Sentai Series 變臨被終結的危機 如果不是初專 Sentai Z 當馬拉高了的收視率 恐怕Super Sentai Series 的全期就到此為止 也不會有接下來的《HESEN Sentai 系列作》 至於《HESEN Sentai Series》的介紹 我就不在此一一分享 大家有興趣可以點擊這裏或由上角去觀賞 《HESEN Sentai 系列作》的介紹影片 所以說到此為止 shock關係 一次認同的 衝下去 至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